最近我看了报道啊 就智能化机器太可怕了 一个T恤从生产线上下来 22秒完成 这个大的生产线 一天时间能够生产几十万的T恤 一个人完成 就一个工人管理一条生产线 从这个布料 然后材 然后呢到这个成品 一条生产线一个人来完成 但是报道当中的话提到一点 说智能化社会冲击的 不仅仅是普通人 最先冲击的 最先受到打击的是经营人群 他提到了几个场景 比如说有几个经营人群的这个职位 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媒介部 然后呢智能推广 包含了数据化分析 这些经营全部会什么呢 全部会受到巨大的一个冲击 想想也是啊 说智能化这个算法来了 还需要你这个智能化的分析吗 数据分析吗 这个媒介部 那个自媒体啊 那个社交化媒体那么多 还需要你一个媒介部吗 是不是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无办公化的这种办公 又把很多很多的经营的话 推向什么呢 推向那个下一级 往下一级普通人来挤压 那么我们就在想了 说这个智能化 都已经把经营人群都已经冲击的 已经很严重了 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 普通的创业者 普通的工人呢 应该怎么办呢 那很显然就是残酷了 就是掠杀了嘛 所以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自强一点 不努力的让自己痛苦一点 不努力的多思多学多看 然后多干 你真的没有出路了 你出路在哪里呢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都没有出路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仅以此段视频 送过那些 每天还在娱乐 还在游手好闲 还在无所事事 甚至不思考 甚至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个性 来生活的这些年轻人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不要忘了 谈指一挥间 几年就过去了 你们根本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是红块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智能化 对于我们人类的冲击 这个课题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也可以交流 谢谢